我们正好是战后的一代 就是差不多40年代 50年出生了 那个时候我们成长的阶段里面 可以说是风雨飘摇 我记得在很小的时候 我的母亲就说 我们安全了 安全了 韩战1950年它发生以后 台湾就比较安全 因为美国的第一支支队 就来束手台湾 然后再成立了美军顾问团 还成立了协访台湾的司令部 我们是在这种 戚风苦雨 胆战心惊的情况长大 所以我们这一代 最能够衔接战时的 风火岁月 和现在的成平时代的这一群人 所以眷村在里面扮演 非常关键的角色 眷村当年是随着政府来的 三军官兵他的家人 总共人数大概将你两百万 军人他为台湾的安全 他献出了他的血泪 他的性命 还有他的青春岁月 那他的家人 尤其是我们的母亲 大概放弃一切 他应有的权利 就是成为我们父兄 和家庭的资助 无怨无悔 有表现出充分的韧性和执着 我们现在特别有感触的 就是说 当时他们为了台湾的安全 贡献这么大 可是台湾因此而 土地改革 经济发展 让大家都能够享受到 风雨主持的生活 所以台湾整个的财务的 重新分配的时候 军人和他的家属 是得到最少的 因为他们没有土地 而且军队不断地裁员 然后甚至连眷村 也要重建 所以他们连自己的家园 都守不住 可是他们却是 对台湾的繁荣 有最大贡献的人 我觉得这是 某一种程度的社会不正义 左营是台湾眷村的 一个代表的基地 它有包含了23个眷村 那么它的高峰时期的人口总数 达到8万人 而且左营 它是从日治时代 就建立了基地 所以它有历史文化的底蕴 两岸之间的 在那个时代 冷战的时代 左营是台湾最大的 这个海军基地 所以几次重大的战役 包括823炮战 包括92台海战争 八六战争 还有这个乌丘的海战 耿门岛战役 都是海军的官兵 从左营港出去应战 可是早就被台湾社会 社会所淡忘 那我们希望说 这一点点社会正义 能够加以伸张 所以我们作为 左营地区的原居民 我们想发出一点声音来 让国人能够听得到 也让左营 它的原貌保存以后 由官方出面 用公权力 把它跟现代的 新的价值结合 让它能够加以活化 所以左营的精神 或者眷村的精神 才能够永远保存 我们知道 如果有信任的 的话 是 我们应该 做证尽 找个人